你為什麼不換? 因為我到的時候 你的學習這樣跟你的學習 沒辦法出來了 蛤? 你在幹嘛? 怎麼會出來? 不知道 他要坐在那邊的就是 別老實 你不看見見家嗎? 這誰? 欸,這誰? 原來是因為一家要拿出課本的學習袋,他才會掉下來 你還要做好課本的學習袋嗎? 我而已 好,這莫德恩,坐下來 為什麼要寫3月12號 哪裡32號 我32號看到 為什麼我找不到呢? 只是讓我自己知道說 為什麼都看不到 我在這邊 可是這樣的東西比較不安全 但是你也是蘿莉碰 屁啦 那個...我們楊浩環 整個... 楊浩環都在講完了 那...主要是說 那一天我們在看一個事情 那一天我們在... 我們看一下M加XO 生成了 MO加X 這個反應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嗯? 我們看到什麼事情 首先我們看到...什麼? M的活性比X大 為什麼 他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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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O 搶過來的 所以他比較...他會轉就是... 對 所以說他是在做一個樣化反應 他把...他把... 他把...他把...他把...O 搶過來的 所以他...他...他讓...M 兩化 另外一個是...XO 還原稱X 一個是...X... 一個是...X的活性比X小 另外一個是...X... 被還原回來的 所以... 氧化還原通常是... 半學的... 一台...半學的... 進行的 有一個氧化 有另外一個被還原 那被還原簡單就是... 從XO變成XX 它O不見了 它O不見了 被...搶走了 所以這個實驗一定要在什麼樣進行 OK 放在Cony都... 進行 不行 因為他是氧化的 蛤 因為他是氧化的反應 所以你不能發揮同一個人體 為什麼 因為這樣他反應的過程會有那個... 會有種跑掉 那反應過程... 他重新組裝的時候 會有...那個... 氣體跑掉 一個是氣體跑掉 另外一個是...可能是什麼 我可能是...就像是... 我如果... 所以... M 跟氧... 搶氧比較容易 還是... XO 搶氧比較容易 對 跟誰搶比較容易 通訊 通訊 他通訊都會搶比較容易 所以... 假如我今天又給氧的話 他可能... 結果就變什麼 MO加XO 然後... 可能... 還是有一點點氧氣 通訊沒有氧氣 所以XO沒有跑掉 XO還是XO 只是氧 被燒掉一些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說 我們就很難分辨說 他是不是誰比較... 我這麼要強 所以我們要認真空 直接加XO 盡量是隔絕氧氣 是真空沒有錯 真空或是隔氧 因為你可能會做這個... 超級大的真空 要認真 一般來講說真空有點困難 對 為什麼 你... 真空的話他有壓力差 你的設備就稍微... 稍微比較... 好一點 就可能會破掉 然後把玻璃可能破掉 可是這個... 沒有辦法做真空的話 我們可能做什麼 做空彈 所以... 沒有空氣對不對 對...沒有 那... 那... 地球沒有那種... 真空式 你在裡面... 有啊有啊有啊 那進去會怎樣 你會飄起來 不會飄起來 真空跟你飄起來 沒有關係 沒有空氣 沒有...沒有... 沒有氣體的壓 你之所以不會飄起來 是因為滴氣體的壓力 在地球上 好... 空交反氣體的壓力 好... 所以他衝彈之後 他還是要沒有氧氣體的壓力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是... 氧氣沒有了 所以... m的活性比x強 所以他會把氧強過來 所以你比較他們活性的 好... 如果這個實驗的結果是什麼 假裝沒有給氧氣 然後那個反應呢 還是沒有變化 好... 我給他加溫度之後 當然是m加xO 那我們可以說 誰的活性比較強 好囉... 我也要加熱 加熱熱之後呢 結果m還是m xO還是xO 沒有變化 所以x的活性比較強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這個實驗 反應是有進行的 我們剛剛講的 好... mO 加強x 嗯... 這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說 因為m本身被氧化了 所以就說這是還原... 這是氧化劑 xO是氧化劑 還是x是氧化劑 xO是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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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x被還原了 我們可以說m是還原劑 氧化劑 嗯... 這樣可以更加嗎 大概可以 我... 嗯... 氧化的本身 它是還原劑 還原的本身是氧化劑 氧化劑 氧化劑 就是它提供的氧 給別人 啊... m和x是什麼 蛤... m和x 哪裡 m和x 有個元素就對了 某個位置元素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啦... 好 我們上次問了一題對不對 那一題我們還沒有把它... 沒有把它... 寫完 然後一題你說要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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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多少多少 就是多少多少多少 這個沒有 我記得後來說3 好像... 因為後來就下課了 我們把這題 講完這一張就結束了 好... 我看後來是才開始絕了 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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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來 這樣做什麼 好... 好... 我們來平衡一下 好... 平衡一下 好像是234 多少 234 234 啊... 裡面都有肌肉 分子 來... 來看... 對不對 來看對不對 對 這邊有幾個鐵 現在這時候不是寫... 寫... 毛筆的時候 我剛才沒有寫毛筆 但不是六個直接寫毛筆 專心臉上就好 好不好 來 這個分子裡面有幾個鐵 兩個對不對 那我現在用兩個這個分子 所以我們用幾個鐵 幾個鐵 四個 四個鐵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每個分子用到兩個 就像一盤菜 我用兩個鐵 加上三個 羊 我請點了兩盤菜 兩個同樣的菜 好... 我們要吃的是它 現在要幾個鐵 是不是有1 2 3 4 OK 這樣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啦 好 所以這盤菜就叫做三羊花 裡面有兩個鐵 三個羊 我點了兩盤 所以它有四個鐵 幾個羊 幾個羊 六個羊 六個羊對不對 有啦 你們如果知道就趕快講 因為我們到那裡可以趕快一下 你們不講 我就會想說你們到底是懂還是不懂 好 這邊有幾個鐵 六個 五個 六個嗎 這邊為什麼有六個鐵 對 因為是三個四個 這邊是三啊 有三盤菜 每一盤菜有幾個鐵 這是三盤菜的意思 那幾個鐵 你要給我猜還是什麼 不用猜 不用猜 我們寫在這裡 每一盤就是嘛 每一盤裡面有一個鐵 好 一個碳 他們有一個鐵 他們有一個鐵 有一個十結 那他就有鐵 對不對 所以總共幾個鐵 三個鐵 對不對 都弄那麼懂嗎 四個 所以擺硬盆這邊 有幾個鐵 有幾個鐵 四個鐵 對不對 六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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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鐵 三個鐵 六個鐵 六個鐵 非常好 有了 三個看 有了 六個鐵 有了 是不是要反應前後都一致的 我剛剛不知道 你會說三個鐵 看不出來有六個鐵 六個鐵 看不出來六個鐵 你看啊 這個分子裡面有幾個鐵 這裡面有三個鐵 有三個鐵 有三個鐵 有幾個鐵 鐵的分子 加在幾個鐵 六個鐵 六個鐵 這邊呢 這邊每個分子有幾個鐵 有幾個鐵 有幾個鐵 總共有幾個鐵 有 OK 一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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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的 對 簡單來講呢 有嗎 有嗎 我說三個鐵 簡單來講 這就是物質的命運 我的反應前後 我的物質沒有跑掉 沒有無中生有 也沒有平脈無故的消失 所以叫物質的命運 所以它所有的質量都還存在 所以它們質量也不會消失 不錯 比人會超二三四 他 課本上就有 那 比人應該是有換算過的 很快的是直接 直覺的 想更多還 超二三四 對 所以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剛剛是講的 幾個幾個幾個 但是在整個 整個反應過程當中 不會是幾個幾個 幾個幾個 好我們先先 兩末 的三個花姐 需要跟幾末的碳 才會完全反應 對啊 三末吧 會跟三末的碳 完全反應對不對 為什麼是 兩個 要跟三個碳 反應嗎 那兩末就是要跟三末 反應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我覺得那不一定是代表 他一定會反應 我說如果要完全反應的話 要多少個 喔 我的屁股 他口氣來了 不要太緊張 他不會 隨意表示 他不會隨意攻擊你 OK 好 那我們 所以我們講的 兩末的三氧化碳 可以跟幾末的碳 完全反應 如果完全反應的話 幾末 三末 對不對 可以生成幾末的鐵 四末 還有三末的二氧化碳 在這個鏈鐵 我們去自然間開採出來的鐵框 裡面都氧化碳 因為鐵會跟空氣中的氧反應 慢慢就變氧化碳 成熟了 那我們在野獵的時候 要找一個比他活性強的 他那個把氧給搶走 所以我們要用碳 不一定用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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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鎂 一個是可能比較貴 一個是可能比較貴 另一個是用鋁 也比賽比較貴 但是這就是有一個缺點 因為他反應管之後會生成什麼 會生成氧化碳 然後會生成氧化碳 會生成氧化碳 然後呢 這個東西還在 它跟鐵還在 它不會分開 所以很麻煩 你說 再講一遍 怎麼讓它們反應 怎麼讓它們反應 就是讓它們反應 就是把它放在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怎麼反應 加熱 這個東西簡單來講 這個實驗怎麼做 這個東西簡單來講 沒有 我就是放在一個 試碗裡面 你說 趙東問的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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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加熱可以反應嗎 我 對啊 結果加熱我覺得很斷 也會很重待死 啊 問題會很重待死 蛤 猴子 蛤 不要搞什麼 笑 笑 音樂可以出發話題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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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它密閉的時候,它裡面沒有太多氧氣 所以當我的原素在這裡的時候 我加上一些 這是M,然後加上一個SO在一起 混在一起,兩次完全充分的混合 我給它加熱 加熱的過程當中,它會讓原子開始活化 為什麼原子活化? 因為加熱是讓它開始震動 它會震動加快,震動加快 所以它會把兩個之間的距離也加大 大到一邊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元素,對這個元素要有束縫力 它就沒有束縫力,它就分開 分開這次阿娜呢,它另外一個元素在這邊 它想要這個氧,把它抓過來 抓,就把它抓過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它這樣的反應 因為它活性比較強 所以它想要氧的能力比較強 想要能力比較強,它實際上得到氧的意思 就是我可以幫助更多的能量 簡單來講 從二樓 掉到一樓 跟從三樓掉到一樓 你看,誰可以幫助比較大的能量 二樓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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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掉到一樓,幫助比較大能量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現在 在哪裡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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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四樓 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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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個秘密空間當中 但是有氧氣的秘密空間當中 也算啦 我不會有氣進去而已 我把窗戶關起來 把門關起來 這是一個秘密空間 不是 它有縫隙 蛤? 不然這是什麼? 有縫隙 秘密空間還記得他 他沒有秘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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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空間還記得他 我只是講秘密空間 我並沒有說他沒有秘密空間 可是教室不算 教室連溫子都記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剛剛不是講的嗎 這是個秘密空間 但是裡面沒有氧氣 我並沒有說氧氣可以只有進出 對不對 這是個秘密空間 但是裡面沒有氧氣 然後我給它放木頭 我開始加熱 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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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木頭是會融化 還是會燒起來 它會燒起來 會燒起來 肯定不會融化 會融化 會融化 蛤? 木頭不能融化 木頭不能融化 木頭 那我先不要放木頭 我放一些鐵粉 肯定會融化 會融化 會融化 這燒起來是融化 會融化 會一邊融化 都不會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燒起來的話 你只溫之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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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鐵是不會融化會直接燒起來 不是 它假設沒有氧氣是會融化 嗯 但它可以反應的時候它會先反應 它反應到一個心的比較穩定的一個環境 它變成一個穩定的 就像 不是有句話簡單的講說 能夠坐著就不要站著 能夠躺著就不要坐著 但是開玩笑的話 那才用道理 你看假設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自然界的形象 這個 這個手心 它都要放的 是不是容易疊大 因為它它能量不穩定 而且很穩定 可是它放的是不容易疊大 很穩定 所以你可以想說自然界的東西 就是趨向一個能量比較低的情況 嗯 蛤 有嗎 就是它很容易 譬如你一個石頭 放在山頂上 它會不會滾下去 不會啊 山頂你以為是尖的嗎 你說的這個山頂都尖的 你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OK 那就再仔細看 那時候滾到這邊之後 它會再滾回去 會 會 會自然的滾回去 會 那怎麼自然的滾回去 不知道 重…那個重心在山頂 對很困難 因為呢 為什麼 那在講 在三角下這個地方 能量比較低 它傾向於往能量低的地方跑 它可以放出一些能量 它可以把能量放出來 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所以在這個 反應當中你可以覺得 誰比較穩定 是不是這個東西 比它穩定 所以它很自然的想 好這邊 好 在這個M還沒融化之前 它就想先反應掉 它就可以拉一個 比較穩定的狀態 自然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 會不會進行 勾給你先提示 我往這邊走 會不會比較穩定 我往這邊走 可以放出能量 我如果往這邊走 可以放出能量 我就變得比較穩定 能量越低越穩定 我剛拿手機的力量是這樣 我這樣的能量比較高 我這樣的能量比較低 我越低能量都越穩定 它就越不會再變化 好 所以它這樣能量的時候 它是這樣 它會怎麼樣 它會不會融化 它會先怎麼樣 先反應 誰跟誰反應 那個 碳跟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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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會變成二氧化碳 碳是二氧化碳 它是個氣體 假設我這個爐子 是個開放的 會不會很跑掉 如果不是開放 不是開放 它變氣體 也是自動分離 對不對 自動分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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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那邊用 我弄弄弄個 鐵 有時候我們這個神秀嗎 那也可以像這種 然後重新去把它 變回來 可以啊 好 那昨天有同學問我說 誒 我這裡面這個金頭 噢 碰到水了 現在有點秀秀 不太反應 我可以把它還原嗎 當然可以還原 你把它跟氧碳 放在氧碳去燒 它就還原了 那時候也就換掉 他直接問我說 那時候就會還原他們說 手機是不是還是好的啊 如果這樣還原 當然可以把它還原 那時候會把那個 拔起來 真的啊 如果可以拔起來嗎 拔起來 對 簡單一點是把它拆開 但是拆開器也不簡單 拆開 然後把它拿起來 拿去滑 就拔手機拆開 我說拆開 不是只有手機拆開 是要把那個 接頭拆開 拆下來 接頭拿去還原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所以上次我們講的 來 兩末的三養花花鐵 應該跟幾末的碳反應 三末 三末 然後這邊應該不用想吧 還有人 還在想一想 你拔起來就算你在想 但是不應該想啊 就跟我們昨天看那個 視力檢查表 一看到的時候 你要想一想 要仔細看到表情 你一眼就看不清楚了 對不對 你一眼就看不清楚 你一眼就看不清楚 那你不是表面知道的 學生因為我吃 吃力0.3 OK 講一眼就0.3 你要早前來檢查一下 其實現在檢查 有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有可能 還是假清淨一次 你還是有可能可以 可以 但是 但是如果你再不照顧他 他可能就會往上標 我的機器也是 因為小時候那時候 更早 為什麼對動不太清楚 對精緻檢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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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非常好 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 好 來 兩末的三氧化碟 跟幾末的碳反應 好 三末 可以剩成四末的碟 跟三末的二氧化碟 好 那我那天問題是 我有三百公斤的 三氧化碟 我需要幾公斤的碳 一起來做這個實驗 才可以把我 時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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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算嗎 什麼 要幾公斤的碳 我幾公斤的碳 沒有錯 你說三百公斤的碳 要多少碳 對對對 你可以知道 兩末就要三末 所以我三百公斤 公斤不是末 公斤是重量 所以我現在應該 比例是個數比 或是末數比 我是要把它換成末數 是不是 所以三百公斤是幾末 一八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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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七五怎麼知道 呃 它的分子量 誰的分子量 鐵 三氧化碟的鐵 的分子量怎麼樣 呃 剛剛的 我現在想知道它到底幾末 那個 丙原算是一七 一八七五 那我跟分子量什麼關係 分子量不會是末數嗎 分子量不會是末數嗎 H二五五 O的分子量多少 一八 這是兩個 兩個輕嘛 是一個嘛 每個輕 分子量是一對不對 原點量是一 加上十六嘛 18 好 分子量是18 所以末數是18 這樣有沒有什麼 你知道的意思是這個意思嗎 是嗎 為什麼分子量是18 末數就是18 末數是個數吧 你又在亂記了 就是幾個 你不是很貴 末數的意思是 一末有幾個 蛤 一末有幾個 一末的什麼意思 1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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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乘10 2乘18 6乘10 6乘10 2乘18 這個我最清楚了 6乘10 6千一兆 把筆放下來 你的記憶心很好 那你就亂記 那記完了 就不知道你在記什麼 沒有 之前沒有關係 所以每次問到 我記得這個要求 問題是你記錯啦 對不對 你不能光照記 你要去思考 在做什麼事情 一末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 那請看分子量是18 跟他變18末 有什麼關係 而且剛剛 比如說1875末 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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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2 3 分子量 分子量 是1875嗎 186 我們上次不是畫很多時間來解釋 一末的中指幾克 一末的子子幾克 五克 所以原子量意思是說 這個原子裡面 假設具有三個中指跟四個子子 它的原子量分子量分子量分子 七啊 三跟四不是七嗎 對不對 七個 所以一末的這個原子會幾克 一末會幾克 七克嘛 對不對 這不需要一些記憶 這是感覺 就知道了 一末的中指一克 一末的子子一克 這個原子裡面如果說有七個 中指加子子的話 那一末這個原子就只有七克 不是很合理嗎 對不對 那原子量等不等於末數 這兩個中心怎麼等於在一起 末數 其末其末是代表個數 分子量代表它的裡面 具有質量的個數 這兩個分子量的中心不會等於在一起 它的分子量多少 分子量多少 鐵菜的話就等於兩 我們需要先知道 我們現在的原子量多少 鐵 蛤 有什麼的分子量是鐵嗎 鐵是一桿 鐵是一桿 鐵是五十六 鐵是五十六對不對 呵呵 兩次 十六 三次 十二 好啦 所以三養花姐的分子量不算 鐵的分子量不算 鐵的分子量呢 為什麼 十五 為什麼可以插周期的 六八 蛤 什麼六八 六八 三養花姐為什麼六十八 我們六十八 蛤 蛤 看誰跑的 看誰講什麼東西 看誰看 你看,水的分子這樣怎麼算? 水的分子這樣怎麼算? 水的分子這樣,學學餐具5加5 兩個親加一個O,把他們原子這樣加在一起 所以親的原子一樣是1,兩個親,所以2乘1 加上2是16,所以等於18 我剛剛不是說56加12 誰? 我剛剛不是說56加12 為什麼是56加12 不對,不對,搞錯 這個還要加小 12乘 誰要吃? 這個56乘2 16乘2 這是做什麼? 加 加什麼? 12乘3 12哪邊來的? 12是暗的 這邊沒有看 16乘以3 這邊沒有看嗎? 120 今天不要管多少 我告訴你,就要告訴我答案 你告訴我算法 2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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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乘以3 加乘 再講一遍 56乘以2 16乘以3 加乘 為什麼 56乘以2 加乘 加乘 應該是4 不不不不 我們要講這一盤差 這一盤差 這一盤差 我們要講全部這一盤差 56乘以2加什麼? 加乘16乘以3 16乘以3 對 不是12 這是養 養是16 對不對 養是16 3 3 16 哪有多少? 這時候才會告訴我答案 前面都要告訴我 看過什麼 不要直接跳過 187 152 用告訴我這些 102 加 40 40 43 8 160 所以分子量是160 分子量是160 分子量是160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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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克? 16克 OK 所以宜莫爾的 我被...我太耳尖了 宜莫爾的三洋花蕉是160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確定了 確定了 所以300公斤的三洋花蕉幾克? 誰屬於誰? 那個300屬於160克 300要先換成能克 哦 對不對,因為這是東京嘛 300要換成能克是多少? 300 300在乘上1000嗎 對不對 屬於上160 有多少? 問命人他都知道 727 1800 1800 1800 有問題 有問題 好 所以呢 這麼多莫 要跟碳幾莫來反應 我們知道是不是3比2 對不起,2比3 兩莫要跟三莫一起反應 所以這邊要兩莫 這邊要三莫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是1875要配幾莫才會變2比3 12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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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12乘以3 12乘以3 你現在講的是他的 十莫乘以3是他的 當然這邊是兩莫的時候 這邊需要這麼多重量的東西 可是我這邊是兩莫 我這邊是1875莫嗎 1875除以2 1875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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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 1875 1875 OK 這個會中嗎 會不會中嗎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們兩莫要配三莫 對不對 所以假設會有100莫要配多少 要配多少 要配多少 150莫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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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面問的 這筆練喔 你看對不對 150要配多少 150要配多少 OK 這150再加上一點點 175吧 不是225 225 225 有啊 225嗎 有啊 75啊 1 50 2分之3 對不對 75 等於多少 225 沒有錯嗎 225 小靠 來看一下是不是一樣 你看 150 注意100是等於1.5 對不對 3 225 1.5 對不對 那接下來你看 225 125 125 125 對 那當我認識1875的時候 要比多少 是不是要等於1.5 1.5 對不對 這個 除以他還是1.5 所以x 除以1875 也是1.5的時候 那x是等於1875 乘上1.5 可以 可以直接乘1.5 就把1875 乘上1.5 手指數就比較好 所以就比較好 好 那這邊 這後面是數 但是 我不能一定要這樣切割 但是你可以用響的 用鼻子去響 我剛剛這個過程才教你用響的 用響的 是不是 你是想像說 我當我是2比3的時候 我如果4要比多少 2比3 你4比誰 6 比6嘛 6怎麼來的 4乘1.5 不是 4除以2 然後 4乘1.5 數乘6 4加4分之 4加2分之1的4 2分之1乘4 對啊 所以 4加2分之1乘4 4都提出來 乘上1加2分之1 那1加2分之1是2分之3 2分之3是1.5 所以4乘1.5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 你要慢慢練習 多練習幾次 你慢慢熟悉的 你比較不會的問題 不然你從東西卡住了 對不對 所以2比3 1875 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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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嗯 我就寫2分之5 625 因為 因為 有分數嘛 就沒關係 這5 625可以乘3 有沒關係 好 5分之多少 這個乘以3對不對 這個乘以3對不對 多少 5 625 5 625 對不對 有 差不多 那我們要說 多少重 多少重 每個碳是奢侈奢 12 約掉 約掉 6 所以 哪個多少 哪個多少 1 3 5精1 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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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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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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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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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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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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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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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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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這樣背 這些東西都要背 但是很多東西是一個感覺啦 是一個感冥度 我看那個貝麥麥的書他寫說 你管給我們想 他那個也有找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有時候對數字 因為每個有不同的天本 有些人很喜歡畫畫 有些東西喜歡講屁話 有些東西喜歡這個演戲 有些東西每個都成長度度 那有些同學 有些人 他就對數字特別有關於 有感覺 所以你用那個東西 比如說跟到八 他就有感覺 可以大概知道一個範圍 我講的是貝麥 貝麥克做的能力 你告訴他一個東西 他就大概知道說多少 他經常在思考說 我怎麼去算出一個比較接近的答案 所以他腦袋一直在思考有問題 雖然他知道怎麼就算了 那你平常沒有經過這樣練習 你也沒有這個興趣的時候 你可能自然而然 你就不會那麼有感覺 他那個就是直接 直接丟答案對不對 他是讓腦袋有想過 但是他想得很接近幫忙 他直接丟答案嗎 我舉個例子 簡單例子 假設一百八十七 乘上 乘上二十二 會怎樣 我會覺得他蠻像四百 四千 乘上四千 四千 乘上四千 為什麼 應該怎麼會這樣回事 你的正確 這邊很靠近二十 兩百 這邊很靠近二十 二百 這不然到五千 這不然到五千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很靠近 四千 乘上四千 所以你假設在算的時候 不管你用手算 你用手算 算出來的答案如果是三千五百 應該就差很多 他這也要收到四千四百 你可能說算你答案還是錯的 那等一下要算你的一 他如果算出來大概是三千九 或四千一 都是差不多的答案 就說這是一個感覺 這是一個感覺 那就跟那個一樣 怎麼一樣 對 他就會彈彈的時候可以 十三千以後扯 那就跟之前那個身體那個一樣 就是一直拆答案 對啊 就拆答案 然後就練習拆得很接近 對 練習 你知道嗎 拆答案是要有方法的 不是亂拆 不是亂拆 像有些人拿閃子一閃 我現在是七 我現在是拆七 我現在是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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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兩個 好啦 這東西是計算的感覺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怎麼做是最好機會 我們這方面做人家 但是我是提醒各位說 你在學自然科學 不要因為你不會算 而不爽 而不想學 而放棄 算是一回事 理解我們來講什麼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能理解 正很重要 就要扛取手 你只要能夠理解 不會算沒有關係 我們都有公佩的解決 懂意思嗎 拜託就是你去思考一下 我懂了沒有 懂不是說一定要算中答案 我們不是古事後的學校 不是外面的學校說 你答案錯 少個小數點 少個一 都是錯 我們要你過程 你的過程很精確 你的過程很確定 那就是講得你懂的 計算都只是一個技巧而已 那沒關係 這樣你的反應 你完整知道他可以生成幾末的鐵 4末對不對 所以來了 2末跟3末反應可以生成4末 所以這是2比3比4 2比3也不能解決 2比4的部分呢 1875末可以生成 升成 升成其末的鐵 是不是2比4等於1875 比多少 乘以2就好了 多少 乘以 乘以2倍 乘以1乘以2 乘以1乘以2 沒有錯 多少 375 375 375 0 好 這是末末 但是我們是鐵 對不對 375等於幾顆的鐵 要乘多少 56 非常好 乘以516 等於多少 我們來猜答案 大概多少 我會猜 375 我會我會 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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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萬 大概是 21萬 大概是 21萬 21萬 你真的很老實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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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公斤 大概是210公斤 大概是210公斤 答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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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21萬 大概是 22 我趁死要 誰來 我看一下 他要接完來 3750 3750 3750 乘上56 嘿嘿嘿 21萬 21萬 21萬剛剛好 21萬剛剛好 21萬 所以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要提 我們幫 可比可以加一點 3萬 黑嘿嘿嘿嘿嘿嘿嘿 末王數 末王數是不是三 末王數是 3750 現在 計末光只拼 56克 這個多少 還 21 21萬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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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 公克 21萬 公克等於 210公斤 他指一千 他指一千 ok 你剛剛說嗎 你還可以拔那個 本來做的 白板的时候 日记有白色的包裹 白板 我试过 因为白板是比较细 而且白板有味道 我比较不太喜欢 而且 白板就能输出来 好 所以 杨栋欢迎到这边 我要走了 你什么问题 我问题很多 你问题很多 那就再努力了 等下来继续吹 非常好 哦 这什么东西 这方便吗 只是一球一球的 这边 第41页 讲到一些生活中的养化还原 但是我没有写 实际上 我们在讲说 如果像目前的生物科技来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常常做一些事情是 要做看老化 什么 有听过看老化的事情吗 你觉得说 不会长重 不会不会吗 不一定 生物科技就是说 比较重要的东西是 跟我们人体生物 就是一般来讲 有些是吃的 有些是喝的 有些是涂的 那但是它这些东西可以 帮助你的身体修复啦 都可以促进发育啦 都可以促进心的代谢啦 这些都能不能用 赛博格的这些东西 什么 赛博格 赛博格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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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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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那边有什么东西 你讲如果说改帐的话 那就是你先是 就是所谓 也是很科手术 医疗科技 或者是他有做一些 呃 可能是外科手术 或者是什么 他做一些认真的改帐 那我先讲的时候 就跟你讲 比如说我吃酵菌 是义菌 这个义菌会帮助你消化 对不对 这些义菌我在制作义菌的过程 我就叫生活科技 那像我们目前会常吃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维生素P 可以抗氧化 那什么东西 维生素P 抗氧化剂啊 你要有胡萝卜素啊 维生素C啊 维生素P 维生素P 比较常看到是在哪里 泡面 泡面的头啦 有多会在那个类似下 胡萝卜 胡萝卜 对胡萝卜 或者是葡萄 我记得葡萄 那也有 还有维他命 维他命C也是 像这种抗氧化这些东西 为什么还可以抗氧化 听到过 因为想你身体如果很多 很多不是氧性 很多就是 我们讲自己有提供生理产 比较某些部分 那种被氧反应的时候 是不是身体的东西 就会被 就会减秀 所以要跟人去高屋里面 融出来 好那你希望你身体 不要生秀 你要怎么处理 嗯 吞有其他 不是生秀 就叫老花 我们身体 把自己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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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身体叫做老花 我当然会 哎 那身体包含 你要怎么处理 让你身体不容易 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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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都会死掉,你身体细胞会死掉 那木乃伊是怎么做的吗? 芳姆基的意思是让你身体不会 就是细胞失去勾门 不会活动 可是木乃伊要从鼻子勾的东西出来 听起来很爽